新来的边木把家里养了五年的大金毛带出去扔了 对 你没听错 一位蝉使官在网上发了一张寻狗启示 配图说明了在1月29日当天 家里的边木把金毛骗到外面高速公路附近的田野上 直接把它扔下便回家了 据狗主人透露道 金毛是个鹿痴 离家200米就找不着鹿回来 所以从不敢走远 也不知道边木是怎么把它骗出去的 从监控上看到 在1月29日上午9点25分 边木把金毛带到离家500米外的沙河站 直接扔在那边独自回家了 等蝉使官发现去找金毛时 它早已不见踪影 狗主人养了金毛五年 它脾气温顺又乖巧听话 是一只刚出月子的母犬 家里还喂养了几只小奶狗 边木是去年7月份到新家的 两只狗狗平时有些争宠 然而蝉使官万万没想到 它竟然会做出这种事 蝉使官对金毛的感情很深 爱狗心切的它 为了能找回金毛 它把奖金从1000元上升到1600元 希望附近的人看到 或者捡到能给它送回来 无论出于什么目的 见狗给钱 绝不多问一句 从金毛走丢的那天起 蝉使官茶饭不思 夜不能寐 每天它都会去丢狗附近的地方寻找 见人就问 家里人给它出主意 让它带着边木去找 肯定能找回来 如果找不回来我顿狗我问你说 快坐 你他妈绝对是乱抛 这里高速多么远了 而且 而且它在哪一面被发现了 你离往上这来 狗呢 谁料编目一肚子的坏心眼 它要么躺在地上耍赖装听不懂 要么带主人往反方向跑远 就是不愿意老老实实去找 蝉使官气的不行 但也拿它没办法 它不放弃连续找了半个多月 也杳无音讯 很多热心网友都关注着这件事 有些网友表示道 这个事情或许没那么玄乎 边木的智商确实高 但它再怎么聪明 也只是一条狗 怎么可能会把金毛骗出去扔了呢 也有网友分析到 或许是边木跟金毛一块出去玩 遇到了坏人 边木聪明机智 遇到危险知道多远 自己跑回来了 而傻乎乎的金毛却被抓走了 边木根本不知道金毛在哪 狗主人却冤枉了它 就在大家一顿盲目猜测时 蝉使官又爆出消息说 它家的猫也跟着丢了 上个星期出门后再也没回来过 没想到在找狗的过程中 意外把猫找到了 看来这也是边木做的好事 怪不得说一般人都不敢养边木 真怕哪天也把蝉使官扔丢了 直到今天狗狗也没被找到 对于边木带金毛出去丢了这个事情 你们怎么看呢 相不相信有这么一回事 傻瓜金毛早点回家吧 知不知道你的主人有多担心你 也希望蝉使官早日找到狗狗对于团聚 好了 这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我的视频 大家点赞关注留言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